小小四味药 通血管的大功臣 血栓自己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塞了 有帮块的这些朋友们 别再花冤枉钱 最近呢 有粉丝把自己买的一些药发给我 我一看呢 很多都是保健品 治病的作用呢 肯定比药要小得多 而且价格呢 是比较高的 今天呢 教你一个方法 省钱还好用 有高血压 关心病 动脉硬化 血管堵塞的朋友要保存好 血管堵塞呢 多鉴于是血域体质的人 血液比较粘稠 像粥一样 流动就缓慢了 很容易就堵住 下面我们参考这四味药 单身三七 一般啊 这个比例上5比1的比例去打粉 山楂和山猪鱼 这两个药呢 它可以放在一起煮水 煮好了水以后呢 用这个水呢 去冲刚才我们单身和三七的这个粉 这样去用的话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我们血液中棉稠的这种情况 让血液从粥一样变成像水一样清测 流动起来就自如了 就没有淤堵了 自然呢 也就不容易被堵住了 具体的用量呢 需要根据大家堵塞的情况和有没有斑块啊 斑块的具体位置啊 还有你的血脂的情况等等 辩证分析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下方的加号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和我进行详细的交流 我们下期后呢 变成了最后的消息